星期日哥倫比亚政府和反叛武装哥倫比亚革命军签署的协议 在全民公投当中令人意外地未能够获得通过 哥倫比亚总统桑德斯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和平 选民以50.2%比49.7%的微弱多数驳回了这份协议 星期日投票前的民意调查曾经预计 这项全民公投将会以压倒性多数得度通过 桑德斯在哥倫比亚电视上接受全民公投失败 但拒绝宣布政府和叛军之间的和平就此结束 桑德斯说他不会让部将会继续寻求和平 直到他任期的最后一日为止 桑德斯下令他的谈判人员重返古巴哈雅拿 双方在当地进行了四年的和谈 桑德斯向全国保证和叛军的停火将会继续维持下去 哥倫比亚革命军领袖龙多尼欧亦拒绝放弃 他说他们要对梦想和平的哥倫比亚人民 说和平将会随得胜利 预计他亦将会返回哈雅拿 在全民公投的结果宣布之后 双方的支持者走向波哥大街头 投贩对票的人举行了庆祝活动 也早投资潮票的选民 从头到脚伸穿白衣聚集在桑德斯住所门外 上星期签署的和平协定 目的是正式结束左派半军52年的暴动 哥倫比亚的游击战导致超过22万人丧生 接近100万人逃离家园 最后一终你看看 quarantильause 很重要 that 你 背索 哪 官ара Sa 你说 干